续拔冠旨 严世嘉迅续旨 南北朝言之推 海海爸爸制作 严世嘉迅是南北朝言之推写的一本书 书本来的目的是 整齐门内 提斯子孙 是标准的心灵鸡汤 但由于书里记载了很多其他珍贵的历史资料 使此书具有了许多连作者都史料未及的功用 例如书中列举了很多方言和雅言的区别 这对于研究古代音韵学非常有用 严世嘉迅续旨 福盛贤之书 教人成效 慎言简记 立身扬名 亦以备矣 未尽以来 所著诸子 李崇世父 地相摩相 由屋下嫁屋 床上失床耳 无今所以父为辞者 非敢鬼物犯事也 亦以整齐门内 提斯子孙 福同言而信 信其所亲 同命而行 行其所福 近同子之暴血 则施有之界 不如复辟之指挥 指凡人之斗戏 则遥顺之道 不如寡妻之慧玉 无妄此书 为辱曹之所信 有贤于复辟寡妻而 无家封教 素为整密 息在调衬 便蒙惠佑 美从两兄 小息温敬 归行举步 安辞定色 腔腔异役 若朝言君言 自以忧言 问所好赏 力短隐藏 莫不肯读 年十九岁 便丁土了 家徒离散 百口所然 此凶居养 苦心备至 有人无微 道是不切 虽读理传 微爱主文 或为凡人 知所陶染 似于清言 不修边幅 年十八九 少知底力 席若自然 足难喜荡 二十以后 大过夕焉 美常心共口敌 性与情境 夜绝小飞 惊悔作诗 自怜无教 以至于思 追思平息之指 铭记露骨 非图古书之界 惊目过而也 故留此二十篇 以为 汝曹后车儿 言是家训叙致 福圣贤之书 教人成效 慎言简记 立身扬名 亦以备矣 未尽以来 所住诸子 李崇世父 地下摩孝 由屋下嫁屋 床上失床儿 无今 所以父为辞者 非敢 鬼物犯事也 夜以整其门内 提思子孙 福童言而信 信其所亲 同命而行 行其所福 尽童子之暴血 则施有之界 不如复辟之指挥 指凡人之斗戏 则遥顺之道 不如寡妻之慧玉 无妄此书 为辱曹之所信 又贤于复辟寡妻儿 无家封教 素为整密 息在条衬 便蒙惠佑 美从两兄 小夕温庆 归行举步 安辞定色 腔腔异役 若朝言君言 赐以忧言 问所好上 力短隐藏 莫不肯赌 年十九岁 便丁徒了 家徒离散 百口所然 慈兄居养 苦心备至 有人无微 导事不切 虽读里传 微爱主文 或为凡人 之所讨然 似于清言 不修蝙蝠 年十八九 少知底力 席若自然 足难洗荡 二十以后 大过西烟 美常心供口笛 幸与情境 夜绝小飞 金毁卓诗 自怜无教 以至于思 追思平息之指 铭记露骨 非图古书之界 惊目故而也 故留此二十篇 以为汝曹后车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雪恶